软体的话,随时都可以知道说公车的位置在哪里 不过呢,仅限于台北市 如果你跑到外线市的话,很抱歉,没有这个东西 那其他还有像各位可以看到RockPlay 这个我蛮常用的播放软体 几乎大部分的播放器都给 大部分的这个软体,影音档几乎都可以播放 那其他还有像那个,有一个叫高速公路 这个我也常用,只要要上高速公路之前 我会先点什么呢,点行车速度 好像有点,行车速度里面呢 比如说我想知道,像我每个礼拜一定会跑中立 那会从三重出发到三重交道道 然后我先看一下,现在行车速度都是绿色的 那我就可以很放心的出门了 如果说这个地方其中有个地方有发现红色的话 那我就可能要赶快,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替代道路呢 我可以取代一下,那诸如此类的这部分 那最后呢,还有一个我也蛮常用的 比如说我要看那个AutoCare的图,有没有 这个AutoCare WS 以往哦,你要开一个AutoCare的图,你要先电脑要装AutoCare 可是大部分电脑都没有装正版的,或者是说不好开启这个AutoCare图 对不对,那现在他有提供一个AutoCare的WS 这个点下去之后,如果你有AutoCare WS的账号的话 直接输入上去,就可以马上看到AutoCare的图档 比如说这边我已经一个账号,按一下登录 而且这个版本在平板上面也适用 也就是说以后你在平板上面呢,也可以设计图档 比如说我随便开一个好了,甚至3D的图有些都可以看到 但是开启好像有问题 比如说学生寄给我的作业 我就直接在我的手机上面呢,就可以看得到 甚至呢,我以后要在上面设计可不可能 可能啊,放大,就用两只手指头 所以以后呢,以前画AutoCare要打指令 慢慢的变滑鼠,以后变两只手指头 就可以画AutoCare的图了 那这个版本已经越来越成熟了 你甚至可以在上面做一些编辑 下面不是就画圆,对不对 你要画个圆很简单,点一下圆 你要画个圆,就直接在上面点中心点 然后拖拉之后,中心点找到 再给它一个范围多大 就可以去画这个圆 再指定半径 就画个圆出来,你可以指定半径 有兴趣的同学自己再玩玩看 一个圆就画出来了 好,这边的话呢 几个比较我常用的APP 介绍给各位,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请各位自行把关键字记下来 比如说画的APP,你就打 关键字画的APP,LINE翻译等等 这些,另外台北公车 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 你们也试着在Market上面搜寻 我刚刚介绍这几个软体